發展商咳優惠沒有怕 自家兄弟為慶祝4萬訂閱 我們會在7月份獨家送出額外獎賞優惠 詳情請聯絡我們的銷售人員 灣區置業首選自家兄弟 自家兄弟這條頻道和團隊 一直以來都在你大灣區置業的道路上 提供最全面最貼心的服務 除此之外我們亦都會為你分析 各個互認的優缺點風險因素 無論是購買前的資訊和分析 以及購買後的回款簽約 我們都可以承諾全程跟進 以及將來的收留 及貼助辦理各項證件文件等等 確保給你最貼心的售後服務 成為你置業道路上的得力助手 如果任何查詢都歡迎你可以電話先聯絡我們 我們承諾一定會盡快提供各下所需的資料 和解答你的移民 我們期望為每一位觀眾客戶 曾得最理想的安樂屋以至是投資物業 如果還未訂閱我們的頻道 可以現在訂閱和按旁邊的小鈴鐺 那就不會錯過我的影片了 另外也可以上我們Facebook給個Like我們 就可以在Facebook裡面看到我們的最新資訊了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自家兄弟頻道 我是阿湯 我們又再帶大家回來為主於中山神灣里 一個很有名的項目 就是龍光的九嶼山 這次之所以再次帶大家來看這個項目 因為發展商又再推出一些清貨的特價 而且相當吸引的 說單價是七千多分 七字頭而已 而總價方面也都這次見到六字尾了 即是說68萬、69萬左右就可以買到 兼且還有額外獎賞 包括贈送物業管理費 40吋的品牌電視機 另外也是有車尾券可以送給你的 詳情歡迎跟我們的消散員聯絡 而且記得了 7月份為了慶祝我們自家兄弟 4萬訂閱這個喜慶市 我們這邊也會額外送出獎賞 所以現時這個龍光九嶼山 本身它在位置上都相當具有優勢 周邊的一個配套 大家在航拍畫面都能夠看到 你說要街鋪有街鋪的 附近也是旺的 完全不需要擔心 說買了一個地方 要等它五年、八年、十年再發展下去 這一邊已經算是神灣裡面比較旺的一個區域 大家絕對可以放心 所以這個項目現時減了下來的價錢 絕對是性價比十分之高的 而且它有一部份的產品 簡直是可以送車位使用權給你的 因為這裡的車位都是用二十年的方式 所以它只可以給你使用權 但是也是一件很便宜的事 因為你買一個單位 就有一個二十年的車位使用權 Tong說到說到好像很吸引 到底是不是真的這麼划算買呢 六十萬美至八十多萬 基本上選擇都不少 現在我們看完這個行拍畫面之後 就交給Jerry帶我們進去了解一下 現時這個位處於中山神灣的龍光九嶼山 最新的情況到底是怎樣 大家好 今天的鏡頭我們再次回到龍光九嶼山 我們進去銷售中心看看現時在賣什麼貨量 嘉玲 現時回到九嶼山這邊 就收到消息 是你們有新貨加推 還有一些清盤階段的單位在做特位 是 想再了解一下我們現時的銷售進度 即是哪些已經在賣 哪些加推或者哪些是還有貨 我們現在整個項目 我們上個月就加推了六棟的二單元 是 現在我們基本都已經清掉了尾貨 我們現在就交了幾套特價單位出來的 嗯 就有車位券 還有管理費 還有電視送的 有位 我們7月份加推 就是加推了六座的一單元 還有五座的二單元 我們六座一單元的話 01這邊的話就是100方 02 03 04 都是89方 三房 兩廳兩位 它幾梯幾伙 兩梯五門 2到5都是 2到5都是 2到5都是89方 中間那個 就是100方 100方 幾層高一單元 總層高的話是20層 20層 OK OKOK 那五棟二單元呢 五棟二單元總層高的話就是18層 01就是108方 是 02就是100方的南北對流 03和04就是89方 OK 就是望花園 也是幾層高的 18層 18層 是 其實它那個是兩梯四湖 是兩梯四湖 六棟一的話就是兩梯五湖 OKOK 這個就是加推的 以及已經銷售了 那再請教一下其他的那些 火數又會怎樣 其他那些座數 其他動數的話 目前有貨就是三棟二單元這邊 三棟二單元有貨的 剩下就是02 03 04 05 89方 其他都沒有貨 大概還有多少套 大概都有成差不多 15套左右 15套左右 是 OK 0203有多大 0203是89方 89 04 05都是89 都是89 其實它那個二單元的分佈 和六座一單元是類似的 是一樣的 一樣的 是 兩棟的景觀就會有差別 三棟二單元的整體景觀就是望山景 我們六座一單元這邊 整體景觀就是望花園 OK 如果喜歡看山的朋友就可以選三棟 喜歡望花園就可以選我們六棟這邊 OK OK 那有沒有其他的座數 我們現在還有七棟的話 都在搞比較優惠的活動 就是 04、05這邊就有車位贈送了 是有車位贈送 04、05是多大 都是89方的 都是89 都是89 只限04和05這兩邊 只限04、05就有車位贈送 車位是送使用權 使用權 大約多久 我們是二十年續一次 二十年續一次 到期我們又繼續續 明白明白 那七棟是全部賣光 清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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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明白 現在統計一下 就是七棟04、05 有做特衛總車位 六棟二單元 某些樓層有車位券 管理費和電視機 六棟一單元和五棟二單元 三棟二單元 貨量比較充足 三棟二單元 上網山景 都可以 還有十幾套可以選擇 三棟二單元 都沒有做特衛單位 好 大致上 對 價格方面有沒有變化 價格方面 現在均價是8,500前後 8,500前後 8,500前後 即是無論是新加推 或是剩下之前買的餘貨 都是8,500前後 總體均價是8,500前後 OK,好 明白明白 好,謝謝 不用 其實說真的一句 在目前這個市場 很多盤都有減價 但是你都會選一些 相對性價比比較高的項目 其實位處於中山神灣 龍光九宇山 絕對算得上 性價比相當高的一個樓盤 除了剛才我們在片頭的時候 有提過這個盤的周邊配套 是相當成熟之外 這個項目現在已經到現樓階段 圓林都已經做好了 現在呢 在去參觀現樓的途中 我們的人員也有拍攝到 他已經做好了的圓林到底是怎樣的 也可以作為了解一下這個項目 其實為什麼之前有人說 神灣有好幾個新盤 如果說最美最高質素的 其實都是這個龍光九宇山 之前這個盤呢 價錢的確是略為高一些 如果對比起其他位處於神灣的樓盤來說 它明顯地是最有自信 賣的價錢是最貴 但去到現時 它已經將價錢調整了 所以吸引力應該是大大增加的 所以對你來說 這個盤到底有沒有吸引力 可以看它的示範單位 現樓的產品之後 再來評論一下 我們現在到了六座二單元的樓下 一大堆鎖匙 如果都是我的就好了 我們上去 上面去提找一套單位 看看看看 這個樓下大堂的位置 平中就看錯了 布梯 這個是滑梯 輪椅可以從沒有走 OK 這裡可以看見 空間 一樓大堂的空間 那邊還有 另一邊還有 還有的 OK 我們進去裡面看看 大門這裡是視頻對講機 經過這個位置 現在還在裝修當中的一個大堂位置 我們上去看看 現在到了六座一單元 現在是一個零四的弧形 這個大概都是中下樓層打下 也是中下樓層的 進回來我們就 剛監門機械鎖 門的後面可以做一個懸關的鞋櫃 放在門的後面有一個位置 再過來廚房看看 聽說這個拖門之後 就是廚房的設計 這個廚房是對開了 肉眼所見到都是家手標準 三件套就沒有了 在外面就是我們小的生活露台 剛才洗衣機放在這個位置 我們出去客飯廳看看 這邊就是客飯廳 客飯廳沒有錯位 客飯廳的格格非常漂亮 也是傳統的一個樹廳 形式的壺形 攪拆標準 就是這隻地板 和雨膠漆的白牆 出來了 三線門的一個拖門設計 增加這個 闊落度的出入的時候 而這個 真的 大家看看這個 真是看著這個小區的原林景觀 而且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度數這樣腐欄 看完一個 就是 360度 還未 差不多 180度 180度 OK 好 再去我們房間看一看 這個就是其中一間客房 客房就不算特別大 做單人房會OK 如果做雙人房 就要把這個飄桌 用那個榻榻米 把這個飄桌 鏡頭過來看一看 這個 我們的原林 這個景觀 還是看回到小區原林景觀 OK 好 公圍 欣賞一下公圍 裡面的洗浴空間 就可能 還算OK 比大戶型的稍微小一點 要室平也要自己配置 好 再來這間小房 這間房間做 拖功能房又可以 或者是一個 單人房都沒問題的 出來這個窗口位 那就是下面那個圓林 都看到它 有一點圓林景觀 最後就是主人房 主人房會有一個套廁 好 最後就是我們的休息區位置 休息區的話 就會是 放這個 衣櫃到時候 在這個位置 一張 米5的床 加兩個床頭櫃 就剛剛好 如果用飄桌 就會更大 當然主人房 其實都很少用到飄桌 我們再感受一下 這個小區原林景觀 賣回鄭下面的泳池 好 這隻就是六座一單元的零星 我們來到六座一單元 這個是01護形 它現在大概是接近中樓層左右的一個高度 入到回來的話 這個門 鋼加門 還有下面這個是機械鎖 不是智能鎖 是用我們自己去組 再看到裡面 這裡余留了一個凹位 將來我們可以放一個圓關鞋櫃 這個護形 它的設計是南北對樓 然後是雙露台的一個設計 這邊就是客廳 這邊就是飯廳 我們先來飯廳這邊看一看 飯廳的這個位置 放一張大概是四人餐桌 六人餐桌就會比較多一點 再去到裡面 廚房位置看看 廚房這裡 我們可以看到 它做了一個L型的廚房 L型廚房位 從左到右 大家可以看到 這裡穿著做一個雙門雪�位 放進雙門雪�位也可以 再轉回來的角度 在這些地櫃、雕櫃都是交收標準 但是電器方面 包括七落煙機、燃氣爐等 這些就沒有了 要我們自己去配置 在上面我們去看看 收留空間的方法 這裡將來放七落煙機 這邊才是收留空間 這裡的門 其實也挺深 也挺高的 好 OK 這個造台的防水邊 都可以做 這個升盤也是交收標準 對 好 我們再出來這邊 露台看看 這個就是小的生活露台 將來洗衣機 可以放在那個位置 OK 這邊的向頭 看回小區的圓林景觀 好 先關上窗 和窗門 這裡是南北對落 我們再來到這個客廳 客廳相對比飯廳更闊 而且大家可以看回這個交收標準 聽過這裡 地板磚 雨膠七百牆 就OK了 這個交收標準 而且在這個位置 他預留了一些USB的接口 和這個 救命鐘 我們再出來 露台 主路台這邊 看一看 主路台就做了三線門設計 比剛才的庫陽台的兩線門 就更加闊 這邊 主要對回下面的一個 就是 靠著小區的內路面 多一點 這個其實都不是 都不是主馬路 大家其實可以留意得到 因為看到那裡 那個位 所以這條路可以說 是對面鄰居屋苑的出入口 以及鄰居屋苑的出入口 包括鄰居一加一 超市的出入口 就是在下面的一個位置 我們如果是放大鏡頭 可以看看 那個出入口的位置 所以其實這裡 不是主幹道 不是主要車輪出入口 所以 都會比較安靜 就算是有車輪到來到 OK 我們回到裡面 再看看休息區的位置 這間 就是其中一間客房 也有一個全陣送面積的飄桌 交手標準 和大家現在用眼看到的 木地板和雨膠七百牆 我們其實可以 如果做這個榻榻米 將它陷入在飄桌上面 就變成一間非常大的出入口 可以放在床頭櫃和衣櫃都是沒有問題 再來這個洗手間 這個工位 工位配置了有鏡櫃 鏡櫃後面就是收入空間 然後洗手盆 還有最底下那層是流空了 將來放一些掃地機器人都沒有問題 馬桶就是這個位 而這個就是我現時站的 就是洗澡的位置 那麼 浴室屏呢 就沒有了 要我們再去配置 但是空間方面 空間感 都是闊落的 都是闊落的 配上浴室屏之後 整個衛生間就一枝斑 好 再到旁邊這間房 也都是有了一個全陣送面積的飄桌 這裡景觀向後 還有剛才我們陽台的一個是一樣的 主陽台的位置 OK 好 最後這個就是主人房 帶了一個套廁 我們就這個主人房的位置 將來我們可以在這裡做一個L型的衣櫃 休息區 床和床頭櫃就放在這個位置 不需要用到飄桌的情況下 都是空間非常足夠的 我們就鏡頭再過來看一看 這個位置也是看回我們小區下面的圓林景觀 藍色那個就是二銅的遊樂區 最後也都主人房 是有了套廁在這邊 套廁也是沒有做到這個浴室屏 也都需要我們後期自己去配置 浴眼所見到目前的交手標準 它也有一個比較特別的獨具杖心的地方 就是馬桶教的 是有一個套廁的洗手盆 這裡 看是放一些手機 都可以在這裡放在這裡 好了 這個就是六載一單元的另一輩 二單元一四另三 除了Jerry剛才介紹的兩套單位之外 我們另外還有三套單位 都是用第一身視覺進去參觀的 先來看看第一套 六棟二單元 十四樓 零三室 八十九平方位 這一套也是我個人比較喜歡的一套 這套單位是有狐形 以及它的景觀方面是望來源 之前我也有強調過 若然是望來源的話 不需要買太高 其實最好是十樓 甚至乎八樓、七樓等等 這些高度望來源最理想 當然未必要選最低層 二樓、三樓這些 而十四樓這個高度 坦白說 略位高了一點 若然回到八樓至十樓的高度 看這個內圓景 理論上應該比較漂亮 這套單位呢 八十九平方位 其實它也是做到一個三房間的間隔 現在看到的就是第一間房 都空間感可以的 放到床、放到衣櫃 還有少少空間靜的 景觀和露台那邊看出來是一樣 即是和客廳是一樣的 轉回來 這一邊就是洗手間 由於沒有開燈你看到暗一點 那麼洗手間這裡 它也沒有安裝到氣光位 那這個就是第二間房 光晚都夠的 但看出去就肯定沒有開燃 第三間房 它也是可以做到套房 雖然只有八十九房 所以開即上都算是這樣的 那麼這間套房 明顯地空間是落了這裡多些 放床、放衣櫃 都還可以放到梳妝台等等 這一套就是十四樓、零三森、八十九平方米 第二款的單位 就五棟一單元、一百零四、八十九平方米 一樣都是同一個的面積段 這次樓層就再高了幾層 如果你說看來源 肯定低層一點是好一點的 不過我們能夠上到不同的動數 不同的流程 去讓你看到 不同角度之下 看來源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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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景致上的分別 其實都是一件好事 那麼現在我們跟著攝影師的步伐 聽著音樂 慢慢去欣賞這套一百零四的單位 看來源 看來源 really 以為 travelled noget Trax火花九泳 可以照顧這套 這樣嗎 我不需要 這是什麼 小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来到最后一套,7栋的1005,都是89平方米,今次的景观是望回外面的,也都难免会有一些车声,有些少吵的。 那我们现在让大家听着音乐,用第一身的视觉,慢慢地欣赏这一套单位。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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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八楼出车后,802和8037就是我们自家兄弟的旺角总店。 如果还没订阅我们自家兄弟频道,可以现在订阅,按旁边的小钟,那就不会错过我们任何的影片了,下条影片见,拜拜。 感谢观看